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你还封了南夷先生的画本 你还真是有眼无珠啊 若他在我金照府的话 我定会请他做我的座上宾 好 我答应你 你是南夷先生啊 南夷先生 我最近正在研读您的画本子 眼看就要知道这真凶是谁了 不得不说 写的是真好啊 南夷先生的画本子 我可都看完了 陆大人 想不想知道真凶是谁啊 你 真凶是谁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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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秋你别告诉我 真凶 我一定要劝南夷先生 离开林青秋那个人渣 南夷先生 他林青秋有婚约在身 还勾搭无知少女 简直就是渣男本渣 我心地善良 不忍心看你被他这个登图浪子欺骗 还是趁早离这种人渣远一些 晚了 陆儿已经是我的人 岳初 在 把我和陆儿的包裹都搬进来了吗 都搬进来了 样样不落 那这段时间 我们就住在你青秋 想必 心地善良的陆大人 一定不忍心观看自己的同僚 露宿街头吧 我 林青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想偷进卷宗库门都没有 看在南夷先生的面子上 我就暂且收留你几日 拿到批文之后赶紧给我走人 记得叫后厨 多备些好酒好餐 按时送上 我 陆儿 走 我们回去 是 我 他林青秋 吃我的喝我的 还霸占万人尽养的南夷先生 南夷先生怎么这么糊涂啊 怎么能看得上他这种 烂泥扶不上墙的顽固子弟啊 干嘛拿我包袱啊 到了住的地方 谁要跟你一块儿住啊 我自己找房间 对了 我要回家一趟 一年没见 我爹娘肯定想死我了 正好 我也有事情要处理 嗯 先前是我考虑不周了 还望您不要将这些小事儿 放在心上 千万别扰了您与姐姐的感情才是啊 约理 我本不该擅自来这后宅见闻小姐 小王爷 您不用拘泥于那些礼数 您与我姐姐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好 姐姐 芸汐 见过小王爷 哎呀 我说你俩都快大婚了 用不着如此磕头吧 小王爷快进来 小王爷请 微小姐 林某此番前来 是有钥匙相伤 哎呀 我说你俩且当我不在就好了 有什么天言蜜语的 尽管说 我来给你们沏茶 微小姐 之前 我多次寄来帖子 不知可否看过 芸汐前日与我说了 小王爷是想与我退婚 不错 我之所以将退婚帖寄予你 而不是寄予宰相大人 为的就是雇气文小姐的声誉 烦请文小姐主动退路我们两个之间的婚约 那也不行 林青秋 你凭什么瞧不上我姐姐 你凭什么瞧不上我姐姐 难道是那个陆南依 她又来勾引你了 姑娘慎言 我与鹿儿本来就是两情相悦 是我自己不想耽误文小姐 三日之内 若是收不到文府的退婚帖 那届时退婚的就是我们林家 这与你们文府声誉不好 还望小姐三思 姐这林青秋她也太过分了 她与那陆南依 简直就是一对狗男女 不可胡说 你还帮他们说话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婚 她退不成 可我们凭什么受着气 你快坐吧 此事 我自有安排 小姐 管家 小姐 真的是你啊 你可回来了 这是老爷夫人的 给您的信 您这是 我 被辞了 陆儿 陆儿 你爹带着围娘 还有你弟弟 去西域楼兰游玩了 府上的下人 打发回家去 这样能省好几个月的工钱呢 这些日子府上没人 爹为了防贼人 死住都布了机关 你是进不来的 爹知道你总有法子饿不死 我丫头最机灵了 我丫头最机灵了 姐 你枕头下的零花钱 我都拿走了 我知道你是不会怪我 姐姐最好了 怎么了 没有一个人了 爹 娘 你们当年身陷全谋斗争 遭奸人陷害 背负骂名 却无人敢查 为证明你们的清白 我才去身做一名武作 虽然早已大仇得报 但公家如今 却已败落至此 不过你们放心 女儿会继续做好一名武作 请进你们的教诲 为更多枉死之人 洗刷冤屈 还世间以公正 爹 娘 女儿回来了 老婆 女儿回来了 显身 开 快快快 来 实际点 你带这些人到我家做什么 这院子好几年没人管没人顾的 再不休可就垮了 这些人可是我请来的能功巧将 保证给你修得焕然一新 我家院子垮了 与你有何干系 你供北印的事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花些钱给你买个念想 当穷光蛋我也乐意 那你修宅子花了多少银子 还没娶你就开始管我的账 你会不会太霸道一些 少废话 银子我会还给你的 银子就不用你还了 不如 女神相识如何 蓝宇 你放我下来 你会不会太霸道了 蓝宇 只要你愿意 八抬大叫立马抬到你面前 一刻也不会耽误 没有 线子 线子 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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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仙子 我 我 我 好 玄子 玄子 来 大人交代了 除了陆南一姑娘 其余人皆不可入内 大人 不是我说 一个小姑娘 写的是真不错 许多作案手法 连我都想不到 找个机会啊 我一定要好好请教一番 进不来就敲谷啊 大人 帮你头 你傻啊 私自敲响明远谷有违律法 看本官不知他个大罪 走 是谁在敲谷 看本官不知你的罪 大人 大人 我就前老人死了 好你的林青秋 一来就让我碰上这种事 南一先生走到哪儿 哪儿就有命案 传言非语 谁让你乱听流言蜚语的 请起 是 带路 本官为你做主 好 等等 关你什么事啊 这是我经常的案子 林青秋 快召集捕困 咱们也去 是 大人 据坊间传言 这前掌柜 是被那鬼话所杀 鬼话 南一先生有所不知 有一件明正大林的连环命案 皆与一幅画用文 传闻 得到此画的人 皆会被活活烧死 十余年来无人能破 传说 是画中的女鬼杀人 如我所料不错 前掌柜的死 也与这幅画一幻 没想到 这案子如今却出现在了京城 师爷 去把府中主事的人找来 是 这可是出了名的大案 杜大人 可要量力而为啊 我与南一先生探讨案情 如此大的一桩案子 你一个小小的荆州知府 还是往后哨哨吧 大人 人来了 妾身诸儿见过大人 府中线下有你主事吗 朱儿本是老爷的妾室 夫人因病去世之后 帮忙打理内院杂事而已 你家老爷死了 你怎么不伤心难过呀 朱儿与老爷并无情意 他贪图我的美貌 而我求一个安身立命的住所 各取所需罢了 你倒是坦诚 如此看来 若你家老爷是你杀的 倒也说得通了 是你杀的人吗 不是 不是他 他这么说你就信了 若他是凶手 必定会装作悲伤模样 来掩人耳目 而不是如此坦率惹人注意 要你多嘴 好言提醒 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大人 捕快们都四处查过了 没有发现外人入侵的痕迹 盘问前府所有下人 十日内的踪迹 带回京召府报 是 是 不知祝小娘 可否听说过 鬼话杀人案 之后 就禁止我 穿过就此挣脱 双手不再紧握 就算重返寂寞 不像是爱过 记忆不再更新 停止你的消息 选择忘记 诚实故意 时过接受蹉跎 假装比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你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这里别太儿戏 道别多美举 对爱陌落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水果接受蹉跎 假装比你洒脱 干脆闭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分不清 爱的是真是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触不到你的爱 该来的都未来 这结局 这结局 比真相难猜 难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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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于你 道别的每一句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我是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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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